本节目由《脚尖流口水》独家赞助播出 上期我们用iRobot的两台机器人打扫了自己的房间 TESTV主观综合评分 Roomba 961 6分 Brava 4分 有370名网友投票 获得平均分3.3分 嗯 好产品 需要长时间的使用 本期我们要来体验一款合格的备用机 一台救我于10万火急的备用机 Home Note 8 Pro 这一期的主角本是同门产品小米米家走步机 可由于交通封锁 快递举步维艰 20天过去了 产品依然未发货 眼看着时间一步一步逼近 我开始绝望了 节目要咕咕咕了 做不出节目 我小帅哥的仪式英明会毁于一旦 宁客死亦流亡细雨 亦不然为此态也 正当我觉得这个世界失去了颜色的时候 它出现了 红米Note 8 Pro 让我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 那花这么多时间去介绍一款备用机 值得吗 嗯 当然值得 因为它有越级的外观设计 6400万的相机加持 红外线 NFC 以及高贵的3.5mm耳机孔 最重要的是 作为备用机 它的价格足够便宜 只要1100元 虽然它只是一台千元级别的备用机 可外观设计上一点都不含糊 后盖圆滑有曲面 机器握在手里很贴合 并且这个后盖在各种光线的折射下 流光溢彩很漂亮 不过背部元素稍微有点多 看起来有点拥挤凌乱 三颗摄像头很规矩的就排列在中间 是的 这个看起来很像摄像头的东西呢 其实是后置指纹 这个设计真不错 在正常握持手机的时候 指纹识别的位置还是很顺手的 不用过多的去摸索 就是这个边缘有点锋利且割手 由于这几天经常戴着口罩 指纹解锁简直不要太方便 备用机就因为这个原因 差点谋权篡位了 宅在家里出不去 看到好天气只能拿出手机拍照解馋了 我会选择用红米Note 8 Pro拍 6400万的摄像头 我能够拍到更多细节 从图片上可以看出来 6400万的解析力的确很强 但也不免有些过度锐化的痕迹 而广角镜头的表现就没有6400万那么实用了 光圈小解析度低 即使在户外的白天 广角录制视频 噪点明显 清晰度也不够 并且只能录制720P 1080P 30帧的视频 红米Note 8 Pro夜景模式下 高光容易溢出 亮度是提升了 但噪点比较明显 解析度也下降的比较厉害 并且在拍完一张照片之后 等待合成处理的时间会比较长 大概5秒左右 作为备用机 那颗6400万的摄像头会让我念念不忘 想要拍摄风景的时候 我肯定首选红米Note 8 Pro来拍摄 买一台安卓备用机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的游戏账号全部绑定在安卓上 这段时间宅在家里的日子 游戏娱乐尤为重要 好不容易邀请到几个好友开一把和平精英 进到游戏界面我就感觉我的眼睛又近视了几百度 这个界面怎么这么模糊的呀 游戏中 低分辨率 吊针 拖影 游戏未完 我人几乎晕过去了 明明我设置的流畅加极限帧率啊 唉 只好玩了一把就换了王者荣耀 好在王者荣耀表现还算稳定 可以让我愉快的和小伙伴们玩耍了 这样的表现符合预期 所以 嗯 也不会很失望啦 作为一台1000元级别的手机 屏幕观感确实不怎么样 6.5英寸LCD水滴屏 无论是边框还是水滴周围 都会有一些黑色的阴影 白色背景下是尤为明显 另外 这个屏幕会掉针 拖影比较严重 看久了我会头晕 头疼 说真的 我不太愿意为了用这手机 让我每天浑身难受 不过这个屏幕也不是没有优点的 至少显示很清晰 很锐利 在看一些视频的时候 我仍然愿意用它看 只是不愿意长时间使用罢了 红米Note 8 Pro作为备用机它很合格 首先它有4500毫安的大电池 在日常使用中 红米Note 8 Pro用一天也妥妥的 所以备用机就更不用担心了 其次它有快充 红米Note 8 Pro支持1.8 而不 18瓦的快充 当然作为备用机它比较重 甚至坠手 可能到了夏天我会买个包 来放主力机和备用机吧 选择它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完整的 MIUI 好处在于 我会在取快递 以及查看车次信息的时候 直接进入复一屏 相比iPhone的复一屏内容更强细 我会在新春时节打开红包提示 我会用红米Note 8 Pro来设置闹钟 只因为它提示了什么时候闹铃会响 我习惯字体可以随意调节粗细 因为我不太喜欢细体 习惯了用小爱同学这样的语音助手 它很聪明很方便 同样只有能解BL的安卓手机 才能安装面具模块 我会折腾一些模块 让手机更方便更好用 全功能的NFC 公交卡 银行卡 门卡 有了这个备胎就够了 红外遥控 电视遥控器 空调遥控器 有了这个备胎也够了 是的 使用红米Note 8 Pro的时间很零碎 但是 只有一台这样的备用机 才能补齐我的日常需求 有了这台备用机 我可以得到更好的拍照画质 我可以继续在安卓机上 使用我的游戏账号 我可以继续沿用习惯的MIUI系统 并且 有了一台可以放心折腾的手机 值不值得买 红米手机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正片中 买得起也值得买 对于不在乎游戏性能的人来说 除了屏幕 它是一台称值的终端机 结合1100元的价格 它是目前我心中比较完美的备用机 最终 TESTV主观综合评分7分 如果喜欢的新节目的话 点赞喽 如果1点3点的话 我会多来请你的喽 群演被大家称作万能的男人 他总能发觉到自己未知的技能 发现别人唱歌不好听 自己唱 发现别人头发剪得不好 自己剪 发现别人修不好车 自己修 就这样 他换过很多工作 直到有一天 老板 炒的啥菜啊 那是苦的 你喝吗 我炒20多顿的菜 那可能是苦的 你赶来吃嘛 吃吃吃虾嘛 哪一吃不吃 那一天 他终于发现 自己做过再多工作 也不及一顿好吃的饭 不要开 好 节目看完了 那你觉得这个虹米Note 8 Pro能够得几分呢 请扫描屏幕这张锐码 或者在下方的视频简介中 寻找链接给它打分吧 好 来上电视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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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 它说我家猫 刚才说我家猫 刚开始不适应扫地机器人 现在每次扫地 他就骑上面 活脱脱的将军骑战车呀 嗯 竟然有人和我在这个家争主子 一山不容二虎 嗯 必须切它 这样 他说 大婶子 我老婆求你的色号 嘿嘿 这是我爸妈给我的色号 Hermes Lund 他说 放大小老板的眼镜 看到老板在用手机拍 呃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你可真是当代猎文护客呀 今天周末 祝大家周末愉快呦 我们TESTV 甜蜜女后 奶服 麻辣牛肉 背后同足呦 如果你在家里 一定要同点喝哈 买吃钱 要问看我们的KF哈 问清楚了哦 在下单儿哟 今天晚上我们8点到10点 吃吃 B站 房间号 55 189 大家都来哟 最后淘宝评论 上个GIF 4号 灰 新鲜 新鲜 月宿 一如既往的棒 手工大奖 女朋友特别喜欢 抹茶流茶 是我喜欢的 那个女后 是真理体做的 抽奖 带女朋友 一起去重庆玩咯 我们甜蜜女后 给大家准备一大奖 你是六千九百九 你旅游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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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还没有 买甜蜜女后的 小伙伴们 快点下单儿哟 嘿嘿嘿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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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